最大的成就感 是我把二郎系拉片带到了中国拉 也得到了就是国内的人的认可 所以不是很大的伟大的事吧 从一些小的事又通过饮食 这方面来促进一下中日友好 大家相互能交流一下中日的文化 日文化对中国的一个更重要的影响是在思想成的 它成为一个中国走向世界 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一个 包括自己改革 自己不断调整 白省我们自己的一个重要思想支援 五十周年 遇到了五十周年的问题是正常的 不要因此否定我们五十年来 大家相互的理解 文化交流的产生的正面 积极地长久影响 那时期已经是过去了 你看老师牢记是历史的话 对未来也没有太太大的什么推动作用 就是现在跟人家搞好关系嘛 而且就是关于领土是问题 我认为还是该是我们的还是我们的 在这方面要距离力争呗 日本的老百姓跟中国老百姓相对来讲还是挺平和的吧 没有什么 但是你要说像这种十一啊 这种肯定还是希望就是像我们这辈人吧 或者比我们再小的一辈人 能够还是记得抗炸这点事吧 因为毕竟侵略战争在国家来讲是一个挺大的伤痛嘛 两个国家两家室成为邻居以后 你肯定都是要一直这样相处下去 那么与其互相老是结仇 老是记着这个仇恨 肯定不利于这个这个物林关系嘛 没有那么多 我从东玩入啊 我就是说回东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